就已经有1万的经济差了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英雄还是有待开发吧 当然鲁大家这个歌亚我也就是有点不太明白 机动机动性吧 极致的机动性 我就是本身自带推进还就是就开得特别六 但是他给你还能拉你一下 在下路有一波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换个带手那波已经死了 又是什么沈梦希大招什么东皇三分球 还有各种什么其他的 你看那个歌亚就来回晃来晃去 就是全躲 全躲掉 再配合鲁曼那是一个链子 他把机动性完全拉满了 但是输出上面就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东西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游走 M4影给他牵一下 那输出上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反正歌亚跑得也不快 小明也能跟上是吧 其实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昨天前天我也讲了嘛 就我觉得现在KPL对于这些新体系啊 我们都是共同的去研究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也许就是RNG在训练三角当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体现 当然还是回到之前的话题吧 我觉得RNG在换了这个 就是杨阳之后啊 就整体的上半途的强度 最后一局可能是有点崩了 最后一局杨阳可能是新人的一个关系嘛 才上场第一局输了 然后在接下来又要他去打一把关羽 关羽其实从开始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出来 他这个关羽有一点就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这一步动作下去之后 他没有去思考他下一步会怎么样 而且本来这 而且本来这版本编路那个草一改 你关羽在前期对下路进攻的方式 又少了一个蹲边草 就更难进攻了 对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嘛 就是关羽其实是一个团战型的一个战士 他的坦克属性比较少 他一般是打乱对方后排部署 但这样的很吃这个选手的经验 就是你是怎么去判断我什么时候该带线 我这刀我该不该把人怼回来 就是我就缺少一丝丝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才会在刚刚那局当中 一开始送掉那个一线 OK我们连线采访准备就绪 然后我们一同连线上海R&J 胖敦你好 给大家打招呼吧 我是上海R&J 胖敦你好 其实今天我看到你们是有一个轮换 想知道你是出于怎样那个考虑 进行了对抗路这样一个选手轮换的 嗯主要是像之前我们上海途选择很强 但是打斗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像长时间有一些西门天的选业 进来我们能给队伍带来更多的激情吗 是其实第二局我觉得你们前中期的猪八戒 其实效果还行 那么我也好奇啊 就是这个杨阳是一位怎样的选手在你的视角里呢 嗯战边属性比较突出 完了之后坦克经验相略降少一点 OK 算一个操作型的吧 啊是个操作型的 明白了 呃最后一局你们是使用到了一个戈亚加鲁大的这样一个组合 当时出道这个组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因为像上半途其实感觉凯冠打给布兰还是挺好打的 嗯 因为现在戈亚我们打过的 打给人方单对单对线上来说还是可以压制的 所以说主要是中上半途 但是没有打出来嘛 让兰刷的很爽 是并没有成功的去阻止对方的野区节奏和经济 那其实这场比赛之后呢就是确实也无缘于下一轮无缘于季后赛了嘛 那其实胖敦你其实你感觉这场比赛 带来的压力会不会呃让你们就是更加难以释放自己呢 其实还好吧 主要是现在就是大家训练赛跟比赛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训练赛会发现别的队伍会相对跟你碰撞会多一些 但是比赛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加大 所以说会让队伍变得没有节奏的 因为感觉有点被动来打的那种感觉 因为像训练赛啊 因为其他队伍会有很多的碰撞 但是比赛也会发现大家会想办法规避 而且就像打RW RW是打客头节奏的 所以说其实在上半途并没有过多的对抗 他只要平稳发力就可以 是的 也是希望胖敦可以呃尽可能的让RGM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感谢胖敦的分享继续加油拜拜 拜拜 他前面说的那个训练赛的东西 我又想起点点了 那是呀 就是我真实就是我真的挠头啊 就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训练赛这个东西就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过赛训 对吧你们两位都是参与过赛训的 但训练赛和比赛它就是不一样 这事我也知道 对他确实不一样 这训练赛大家可能就跟你疯狂的碰撞 大家训练赛打得很奔放 对很奔放的就很上头很激情的 但我觉得有一点吧就是 就点点那个事情 那是对于英雄的一个误判吗 但是我觉得说你进攻方向这个事情哪怕别人不打 你要把你自己该走的节奏走完 不是说他不给你打了你就不会打了 你训练赛的时候该走自己 你不打了你就掠夺东西就好了 所以说还是说在可能是在平时的一个训练上 没有说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度什么 对我觉得这些细节可能还需要去加强的一个点 但是说实话还是心疼 还是蛮心疼的 但是说实话这瓶子这个说四个赛季 我真的一恍神 当时一恍惚度说 哎呀这之前的RNJM和E-Star都闯进了那场决赛 我还记忆犹新 但是到了现在在B组沉沦真的 还是怎么说呢 蛮揪心的吧 当然今天RW侠一改我们之前对他的一些看法 不过也是延续了上个赛季的剧本的开始 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啊 为什么 你都说延续上个赛季剧本的开始 对不对 那你上个赛季RW侠是B组冲出来 然后进了季后赛嘛 那照这个延续的方式 那保底也是个季后赛呀 但讲真的我觉得这个赛季的A组 可能没有那么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RW今天有一个点嘛 就拿小分这个事情是变得格外重要 没错啊这场3比0非常的让他们这个积分力好 同样连线采访准绪 饶命同连线济南RW侠 小悦你好给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济南RW侠小悦 小悦怎么样重来重回归这个打野 我感觉你今天状态非常的不错啊 做了怎样的一些调整啊 就是队友把我 就队友把我养得很舒服 但你也给队友一个很好的回馈嘛 那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你来讲 你们赢下来是等于续命一场 我想知道在今天赛前的时候 队内的压力情况如何 压力 没有压力 只要有我在就不会有压力 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我感觉是这样的 你们今天的前中期的尝试 变得越来越多了 而且其实还蛮有效的 这段时间是行天又给你们布置了 一个怎样不一样的打法吗 还是说就是一个心态放松之后的产物呢 首先就是我们五个人团结一致 其实呈现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之前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想法不一致吧 就是那是一个怎样的契机 让你们迅速的都好像能完全的团结一致呢 其实就是我回答一下之后 我们五个人就相当于三个赛季的配置 六个人吧 加上就一下所有打法都熟悉了 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 而且今天节奏是非常棒 那其实也好奇一点 就因为之前有实现过从B升A 然后再闯进季后赛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算壮局吧 那对于你来说 有没有这个赛季有没有把握 我也不敢跨下海口 我只能说我不想放假 好我对你非常有信心 也希望你们能迅速调整好更好的状态 来应在之后的比赛 感谢小爷的分享 拜拜 拜拜 挺好的 小爷不乃自己 挺好的 就是采访可以听出来 小爷非常的自信 很有自信 然后 但是他同时也明白 现在他们在B组所处的一个形式 是非常严峻的 很严峻的 我只能说这场比赛 所以我说了 这场比赛赢下来只有只要续命 就是因为下场比赛输了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打击 也都看过像老干爹 EDGM和VG在第二轮那个表现 就是说他们这个点 还是要去提升才有机会去闯入一个 AB卡维赛 是的 所以还是要特别是在这个版本 我觉得要加强一些前期 要再动得更加主动一点 我觉得会有话语权多一些 OK 本场比赛是暂时告一段落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